大家好,我是小勇 最近呢,家里有事 昨天呢,刚忙完 这一段时间呢,也没有好好拍视频 但是呢,还是非常想念大家的 如果说,你看到你勇弟的视频 能给你带来快乐,带来烦恼 你都对着我这个脸戳一戳,点点赞 现在呢 在店里是下午的19点钟 马上天快黑了 准备收摊回去关门吃饭 修理呢,做饭呢,一般晚上好整个糊涂 糊涂呢,也就是玉米面 然后炒个青菜,吃个馒头 晚上简简单单,又一餐 中午呢,吃的昨天的剩菜 不聊吃的了 聊一聊,接下来拍什么好的内容吧 其实 我现在又感觉 做视频越来越难了 真的是太难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现在对视频的要求 个人的要求比较比以前高了吧 拍不出好的内容 宁愿断更,停更几天 也不更新 随之而来着呢 就是说收入都减少了 现在拍视频的话 一个月能挣个三千五千的 如果好好努力拍的话 也能挣个七八千块钱 但是呢 随之呢 你也会要投入一半的钱进去 你比如拍个一个月的视频 最少也要花个三千块 因为这三千块钱 你要买素材 现在互联网 我感觉越来 越没有以前好做 还有看了很多那个大的那博主 都直接都停更了 光给他带货了 带货带货 一直带 带了也卖不了多少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人身跪在坚持 得坚持干下去 找一个好的方向体材 咱还是 接着干 虽然说你永迪现在 有点这个实业 但是还不到旺季 咱现在属于淡季 旺季的时候 可能是正二八九都没时间拍视频了 现在淡季呢 有时间拍视频 好好做内容 不知道大家 喜欢什么样的视频 你们可以这个在评论期告诉我 我看我朝哪个方向去拍 做一系列的东西 老是拍吃的也不行 不好搞呀 太费脑筋 但是呢 我学历也不行 你们说该咋整 困扰了我很久 这个问题 哎呀 今天呢 就给大家聊聊吧 没有很好的内容 是就是说一个 创作者最头痛的事 拍生活的话也太乏味了 因为每天都重复着在店里边 要不是看店 以前呢 在外面跑出去 跑到那个西窗板 那那一路上有很多的新鲜事可以拍 是不是 言而总之 总而言之 网络呢 不好 也不好搞 大家也可能以为 做网络 很容易 挣个钱很简单 其实没这么简单 拍视频拍了一千 一千多天了 快一千一百天了 也就是 快三年了吧 感觉下来 也挺难的 真的 就是说 也是 粉丝呢 也不往上涨 也是 很多老朋友 基本上 关注我的都是老朋友 吹更的也是老朋友 在这里呢 非常感谢你们 没有你们一路陪伴的支持 我早就撂摊子不干了 现在你们这么支持我 我得把这份工作干下去 咱首先不说 能不能长新粉丝 就是对于你们 我得负责 得负责 对于我自己 我也得努力 该学习的学习 提升自己吧 驾驶证 我也不去考了 有着那个时间 把考驾驶证的经历 留在拍视频上面 反正家里边的事也过完了 接下来就是 把所有的经历 留在拍视频上面 看找个好的方向 素材 去走下去 相机 我也是有 买了那个运动相机 一直在用那个拍 今天用的手机拍的 很多朋友问 小勇你用什么拍的 一般要不都是用了苹果手机 要不都是用了那个运动相机 就这两样东西 一般如果说 安卓手机也可以 但是 像素低了 或者是 拍得抖的话 就不太好 怎么也得 三千 两千的手机吧 一千块钱的手机 拍视频 达不到 我心里边 那个预期 在没啥给大家 在这个视频当中 说的了 这期的话 就给大家聊到这吧 收摊 回家喝糊涂去 最近呢 天气还可以 还比前两天是 这个凉快了 三四度 看规划一下 跟修理商量商量 视频得 接着做 也有可能出去 也有可能在浦阳 一直找内容拍吧 再次感谢 老朋友的 陪伴跟支持 六分钟 五十八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